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要做A點B點C點 好不好 這ABC三個點為平行四邊形ABC珠 這三個點點 麻煩你求珠點珠不知道怎麼算 換句話說你去畫一下這邊一個平行四邊形叫ABC珠 那A點珠到自己2 1-3 B點珠到自己5 2-1 C點珠到自己3-2-4 求珠點坐標其實這一題有一句話很重要 好不好來一句話 ABC珠這句話很重要 代表說這個平行四邊形 會按照ABC珠的方向 方向旋轉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ABC珠的順序會這樣直接按照順序是ABC珠 而不是AB珠C知道嗎 所以ABC珠麻煩按照順序劃過來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求珠點坐標怎麼算 那平行四邊形四邊形有什麼特徵 他們有沒有學過 他們對角相加A加C 會等於對角相加B加珠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對角相加A加C 會等於對角相加B加珠 為什麼 因為平行四邊形有個特徵什麼特徵 他們對角先會B18 B18解按 平分 所以說這個疊 會是ABC的終點 這個疊也會是B珠的終點 對不對 所以說你A加C除以2 會等於他 B加珠 除以2也會等於他 換句話說把A加C 就會等於B加珠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麻煩心算 對角相加A加C 2加3四起5 那5加3多少是5 0 再看Y 1加負2負1 2加多少是負1負3 再看例 負3加是四起1 負1加多少是1 2 所以出點數到四起0 負3 2 出來了 可不可以好把這邊看一下 3 4 6 5 6 5 6 6 7 8